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月 時不相瞞這幾天的Drama 高潮諜期 我已經開始懷疑Sony與劍新的開發團隊 到底是塞了多少的錢給法國IGN 用岩上心法鞠躬盡瘁的幫打廣告 這也太佛了吧! 若還不知道整件事情的始末 建議可以看一下我們上一期節目 SJW的《假正確真騎士》 當時故事來到法國IGN 一句嘲諷劍新的製作人金亨太 異府只是被一個從沒看過女人的 某人所性化的玩偶被廣大的玩家淹上 甚至牽連到美國的IGN總部 終於在4月4號法國IGN正式公開道歉 坦承他們的言論包含了一段令人不悅的文字描述 並向Shift Up工作室正式道歉 然而這篇公開道歉文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是 文中特別強調 IGN法國只是一個獨立分部 IGN美國本部與此事件無關的切割聲明 當時就有許多人紛紛表示 感覺上這份聲明是IGN法國被IGN美國強壓著頭 不得不道歉 同時光速切割避免把這件事情繼續燒到總部 正當你以為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果然SJW永遠不會讓人失望 法國IGN的主編 腦羞成怒的在X再開戰場 發表了一篇能夠永垂不朽流傳於世 能為後人津津樂道的爆氣文 讓遊戲各大討論區又炸鍋啦 原文是法文 感謝網友的翻譯 原來SJW他們認為 男人會因為自己的另一半沒有健身那樣漂亮的外型 就會去毆打、詆毀、XX女性 看起來這個腦洞開得有點大 這讓我想起前幾年的新聞 英國研究得出英格蘭輸球家暴上升38% 甚至在法國足球奪冠後 巴黎傳出民眾趁亂打劫 以及焚燒市區垃圾桶慶祝等暴力事件 除了破壞公共事務之外 部分歐洲人在家裡也是會以暴力發洩情緒 這種都已經是有數據、有新聞、有案例 怎麼就沒有見到你們SJW跟國際足球總會抗議進足球救女性呢? 你們沒有膽去嘴現實世界的時尚演藝圈的模特兒女星太美 結果跑來抗議遊戲內的女角太好看 會讓現實的女人受到迫害 你要不要聽聽看你現在到底在講什麼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段 問題不在於性感設計本身 和其他遊戲相比有點糟糕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有一定比例的男性 只願意接受這種虛構身材 顯然我們能夠理解這對於有這類想法的人 並不令人震驚 這類的人認為女人必須是服從和被毆打的對象 說到劍心的設計和其他遊戲相比有點糟糕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法國IG上一篇評論 就是將貝歐妮塔和2B捧得高高的 借以踩低劍心EVE的設計 殊不知網友都沒有他們這麼健忘 過去這兩個人物常常被SJW攻擊是物化女性的象徵 這次反而把他們捧起來 再把劍心EVE稱為是性化的玩偶 這無恥的行徑真的是令人作惡啊 因此網友還特地畫了漫畫為他們平反 諷刺SJW向來愛用捧上踩下的方式 攻擊二次元的創作者 不僅雙標而且反覆無常 這段完章後面又說到有一定比例的男性 會因為玩了這類的遊戲 會因此認定女人是必須服從和毆打的對象 又讓人更加確定IGN法國主編的邏輯壞死 三次元的暴力事件推給二次元的女角泰鄉 均不見東亞、中東國家 例如阿富汗、敘里亞、索馬利亞、沙烏地阿拉伯 以及印度等國家對於女性是多麼的不公 時時刻刻都有性侵、毆打等暴力事件的發生 我們怎麼就沒看到你們義憤填膺的 飛到這些國家為女性爭取平權 還是因為你們式子只敢挑軟的吃 而且說到底啊 你能證明那些施暴的人是因為玩了這些遊戲 而對女性施暴嗎? 指責他人玩遊戲就會變成迫害女性的兇手 你他喵的在說什麼啊? 最後一段的重點來了 這種設計讓我們嘆氣 眼睛翻到後腦燒 我們績笑喜歡這類要素的人 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 本文字裡行間會有引發衝突的評論 會讓一部分的玩家感到不舒服 畢竟他們在父權體制下已久 根本是玻璃心啊 看到這啊 我不得不佩服這位SJW 真的是以職業生涯做賭注 這個地圖泡放得真的是太豪邁 太銷魂了 喜歡看漂亮的女性或者是男性 是人的本性 不單只是遊戲 在任何影視劇娛樂產業都是如此 我從來不知道父權體制的濫用 能夠如此無限上綱 我已經能夠預料到今後SJW 吵架吵不贏 又多了一個父權做句號 喜歡美女就是父權 喜歡帥哥也是父權 邏輯可以崩成這樣 看了感覺真可憐啊 哈哈哈 坦白說我真的不知道 這種邏輯的人憑什麼做遊戲評論 也許正是因為法國IGN的風氣跟Sweet Baby一樣 公司裡只能存在政治正確的SJW 所以在同溫層裡也只有這種人能當上伏變 過去這幾年SJW一直靠著平權這個擋箭牌 手上揮舞著大旗說著要包容尊重多元文化 實際上卻是要將扭曲的價值觀強加在所有的人身上 相較於得罪不起的國家、宗教與財團 在相對包容與接受度較高的遊戲玩家 像是病毒一樣蔓延到遊戲產業 不斷挑起兩性、種族之間的對立 在靠創立Sweet Baby這類多元化顧問公司 向遊戲開發商以及資本家撈錢 唯恐天下不亂的心境 不僅沒有邏輯還持續不斷的變本加厲 就連世界首富馬斯克都公開表示 Sweet Baby是電玩產業的禍害 遊戲內的角色太漂亮 會被SJW攻擊師物化女性父權主義 逼著遊戲設計師只能將女性人物設計得平庸、甚至醜陋 因此在許多人眼裡SJW才是真正欺視女性的族群 你看看神鬼預言式的女主角被正確厚的樣子 那不滿黑斑的皮膚、放蕩不羈的眼神、傑傲不循的笑容 那回眸一笑看得讓人都硬啊 我是說拳頭 更加讓我堅定入手PS5是正確的選擇 不得不說IGM法國真的是行銷鬼才 一次又一次的幫獨佔於PlayStation的劍心免費宣傳 就像去年霍格華茲的傳承 SJW罵月凶遊戲月火 去統計已賣出了2200萬套 成為2023年最暢銷的遊戲 目前劍心已經登上全球62國預購排行榜第一名 我們就讓銷售決定一切 用市場機制淘汰跳這群邪惡組織吧 最後再提醒大家 要不要入手劍心不是這個節目的重點 只是希望呼籲大家能夠真誠的面對自己的喜好與感受 拒絕SJW將他們扭曲的價值觀強加在玩家身上 希望大家能共同守護彼此所熱愛的遊戲產業 免於政治正確的荼毒 還給我們這一片淨土吧 好的本期節目就到這裡啦 如果影片底下的留言有你喜歡的 或者是搓中你的想法 請幫他們按個讚 也歡迎大家留言交換彼此的想法喔 如果你想找個有最新資訊分享和遊戲討論的群組 我們這群喜歡劍心的朋友們也創立了劍心的專屬LINE社群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交流快樂的玩遊戲吧 也歡迎來阿月的Twitch直播大家一起交流 還能免費的抽獎 抽PS5、Switch、主機等好禮 如果覺得影片內容還不錯 請幫忙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的支持與肯定就是我創作的最大動力喔 我是阿月 我是月桑 我們下支影片見 待會囉